哈喽,我是Venice 今天呢,就来给你们分享一下我最近的爱用品 就是其实从我回国以来 我做了一个爱用品分享 就应该是12月,1月,2月 然后现在已经是7月初了 做完那一期的爱用品之后呢 我就一直也没有做爱用品 我很纠结要不要做爱用品 以前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就不知道要做什么主题 所以基本上每个月都有爱用品分享 还有shopping hall,还有等等的一些 但是呢,做视频久了 我每个月都要分享那样的东西 感觉很普通 我每次呢,爱用品分享我会分享 在某一些视频里面也会提到爱用品分享的东西 在空瓶机里面也会提到爱用品分享的一些东西 就我觉得我好像好多视频里面 都会重复到同一个产品 除了一些我会重点重复去推荐你们的 其他的我都感觉比较反反复复的这样去 进入到我的很多视频的主题里面 所以呢,我一直也有在纠结 我到底要不要再去做爱用品 我自己比较focus在空瓶机里面 我感觉呢,我就会把爱用品里面的东西都又重复讲一遍 这样就会导致到我讲的视频就变得内容很多 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要不要继续去做爱用品分享 所以我也在这里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 就是我要去继续做爱用品分享 还是说我到时候在我的空瓶机里面 直接详细分享我的心得就已经OK了 你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又或者弹幕这样告诉我你们的想法 好,那我还是来做一下我最近的一个爱用品分享 因为爱用品分享呢,我觉得就是比较即时一点的 然后空瓶机呢,基本上是我把整个产品都用完以后呢 才去分享我的心得 我就在想这种即时分享会不会可以帮助到当下的你们 今天的爱用品的内容呢,就这么多 我都是按照我自己的规矩来这样跟你们分享 先从护肤再到彩妆 最后呢,就会分享一些就是彩妆以外的 比如像生活类的 还有就是或者是什么身体上的一些用的产品 第一个呢,就是这一个POSE的特安洁面产品 挤出来有点像就是那种半乳液半褶状 有点凝胶感的感觉 就是有点像我们以前吃的一些布丁 但是它不是很有弹性的那种 你只需要把你的脸打湿 这个是不用用水去对开的 然后你挤在手上以后你往脸上这样推 然后按摩,再去冲水就可以 它很保湿 完全洗完没有任何的干燥感 同时也不会因为它是那种清洁力度比较低的产品 而感觉洗不干净点 它没有这些问题 我觉得它真的非常好用 从我回国回来以后我一直都在用它 我自己用的,我觉得这整一个春天过去了 夏天都来了 我完全没有感觉我自己有那种过敏的迹象 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春天 我做的那个准备功夫比较足 所以我就没有像往常那样 在春季会出现过敏的现象 这个我是非常推荐的 这一款是给那种for normal to dry skin用的 如果你皮肤不是特别油的话 我觉得这一个你会很喜欢 然后它里面呢 就还有一个比较我喜欢的味道 就是有点酸奶的味道 第二个产品呢 就是这一个 他们家的叫做 Spring water 其实它就是那种温泉水 以前的我呢 是长满脸都是痘痘的 也没什么自信 基本上我以前是没有什么照片留下来 其实我很想说给你们做个主题 讲一下 我是怎么去战斗的 但是我就光讲好像比较干货一点 我找了很久以前旧的一些照片 但是都没怎么找得到 就是有很多 关于我以前有长痘痘的照片 因为自信心没有很强 所以呢 我基本上都不怎么拍照 爸妈给的零化钱不是很多 我从来也不会说叫爸妈特意拿零化钱 臭的臭的一些小钱 我就跑到国内的这个 Le Posay 他们的专柜里面买了两个产品 一个就是这个火拳喷雾 另外呢 就是一个他们家专门 针对痘痘即可用的一个乳液 我用完了两个产品 我觉得我的皮肤是有改善的 这款喷雾我很喜欢是 首先它喷出来雾很细 然后真的非常保湿 你会觉得你的脸瞬间注入了水分的那种感觉 它不会像有一些喷雾一样 你喷到脸上 等一下子 你的脸就有那种紧绷感 它完全没有 他们家是比较针对有肤矿问题的人群的 所以呢 我在这个春天我就把它换成了 他们家的洁面产品 还有这个喷雾 我觉得应该多多少少是有作用的 所以我这个春天也没有怎么过敏 我就觉得 如果你的皮肤是不稳定 或者是你 现在目前有一些皮肤状况 比如像长痘痘之类的 我很推荐你们去了解一下他们家的产品 然后入手试试 这个真的挺不错的一个品牌 这段时间的爱用品 第二个就是toner 就是这一个 Origins他们家的那个叫做YT Lotion 其实它就是一个toner 我自己曾经用过它的一个中样 我自己觉得很不错 我也曾经跟你们说过 我一定会回购真妆 所以我就回购了一个 它就是用起来不干不燥 然后也没有紧绷感 另外就是呢 它用着的过程中 有一股甜甜淡淡的那种茶香味 我非常喜欢 我在用它的过程中 那个使用感我很喜欢 所以我很推荐 就是我自己皮肤比较干嘛 但是我就也没有因为 用它觉得皮肤更加干 因为我同时有用他们家 另外一款爽肤水 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Balanced的那一款 就品质是那种水绿色的 那个我用着我觉得 那个我用起来非常的干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 比较针对某一些皮肤还是怎么样 反正我自己用着就没有觉得很好用 这个洁面产品就是这个 Emma Hardier的这个 卸妆膏 这一个其实 我用完一个大一个小的了 我已经录了一个 makeup remover collection 我在想的 我到底要不要在这里跟你再次分享 这款呢 就是你用的时候其实很不方便 因为它要配合他们家的毛巾来使用 但是我前期都有这样做 到后期我觉得 太麻烦了 所以就基本上我都没有用 你挖出来它的膏体不会很湿 然后你放在脸上去按摩呢 它很快的就是化成柳 去溶解你的底妆 在带过眼睛的地方呢 也不会有熏眼睛或者是胡眼睛的问题 过水的时候呢 也非常容易乳化 我觉得它是一个不错的产品 它的味道是有一股橘子的味道 有一个我不确定 算不算是缺点的一个 就是它在不同的季节 它的状态会发生改变 在冬天的时候 它的油状会凝结比较实一些 但是如果你在夏天 它就已经化成是有点 那种油跟那种高体的一个混合物 就是流动质地比较大一些 它的用法跟它的使用感 我觉得都跟Avalon很像 所以呢 就如果我以后再回购的话 我会跟Avalon的那个交替来回购 另外一个护肤的产品 就是这一个 Estee Lauder他们家 就是新出了一段时间的一个 就是眼部精华 这个眼部精华 其实我已经也有 就是录了视频要分享它的 所以在这里我也简单讲一下 我以前没有很喜欢 Estee Lauder的东西 当了妈妈以后 我觉得它非常适合我现在的肤矿 他们家的那个眼霜 就是有点像银胶状的那个 我用起来我觉得那个效果 我没有很喜欢 就是它不出什么效果 然后而且用它的过程中 你会感觉它是有点假滑的现象 这种现象还会导致你之后 就是上妆有一点点就是打架 就是导致你眼周的这一块的底妆 会有点移动板块的感觉 有一次我买他们家的东西 就拿到五个中央 这已经有完四个 还有最后一个我现在在用着 现在早上呢 都是把它当成我的早晨的一个眼霜 我在用的过程中 我觉得它首先是乳液状的 就是在你推的时候 它比较顺滑 然后很好吸收 吸收完以后呢 你会感觉有一层膜在你的眼周 但是它不会说觉得是有腻的 它也不是说清爽的那种 它就处于那种保湿的状态 我在用它的这段时间 我能发现它能改善我眼下的一些 就是小肝纹 有一个我觉得是缺点的地方 它这个是挖勺 然后同时也是你按摩眼睛用的东西 即使你不用它去按摩眼睛 你每次这样挖出来点在眼周 然后会把它放回去 我觉得这一点又很不卫生很脏 这也是糖口瓶跟这种 就是带挖勺的这种大家的一个缺点吧 我把那个中央再用完以后 我估计我就会回购一个症状 这个年年夏天我觉得真的一定要有防晒 无论你在世界上哪个角落 特别是你在加州 自己这么热 然后又有这么大的太阳 自从我会开车以后 我出去我的手都黑了一大截 你看跟我的脸的对比 我基本上每天都有查防晒出去 但是基本上就不受用 然后呢我长期的一个Fiorit 就是这个Shiseido的小白皮 会觉得它非常适合在夏天用 是因为它上脸以后会迅速成膜 很快的干爽起来 完全不会像有一些防晒 你用完以后 你会感觉脸上有一层油膜 它是没有油膜 但是它很快成一个保护膜 它有一个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不是大缺点 但是可能有些人不会喜欢 就是它会泛白 这个泛白的镜像 持续的时间不会太久 大致上可能十来分钟 你已经看到 会出现回你原来正常的肤色 这一个呢是50毫升的版本瓶 持续卖的是40毫升的 我已经用了非常非常多个了 在这里重新就强调一遍 这个是我夏天必备 也应该说是一年四季必备的一个防晒 在秋冬天 我现在就会换成比较滋润一点的防晒 但是也会用它 护肤方面已经讲完了 然后现在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彩妆方面 第一个呢我很喜欢就是这个 The Perry的这个气垫粉 我也有录视频分享它 视频如果你们有感兴趣里面的内容的话 就你们可以就是连接过去看一下 它出来的妆感很有光泽感 但同时它不会像就是韩式的那种光泽感 而出现很厚的粉 导致你后续会出油啊之类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我就觉得 嗯对啊就很喜欢 虽然它的单价没有很便宜 除了我的视频里面的那些内容以外呢 我另外再来update 就是最近已经开始热了 然后三十几度的天 我就有曾经用过它出门 我发现它的磁装力度会相较于之前 温度比较低 就也不是很低 就20来度的时候的那个妆感 就是那个磁装效果会有不一样 如果你三十几度天用它 你出门的话 你基本上你的妆可能四个小时左右 你就需要补一次 首先它是滋润的一个粉底液 我的肤矿就是在这个夏天呢 会出现有混合片 有整体而言它就是比较容易会出油 然后会看到你这些地方啊 出油的比较厉害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混合皮 我更加推荐你在秋冬还有春天用 夏天你就真的别用了 你就好好用一个就是粉底液就好 我不会因为它现在夏天不能用而不喜欢它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浮矿 除非你是干皮 你一年四季用可能都还可以 另外一个粉底液我要推荐的就是 这一个 Estee Law的他们家的Double Bear 我在很多年前刚开始写博客的时候 我就已经看到非常多的博主推荐它说它好用 那时候我还是混合偏油皮 看到它很多负面的评价 后来呢我最终还是觉得我要试一下 它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我拍的第一组婚纱照还有到后来我去 就是那天非常热我去那个 Elyseve Park 那个名字我还没会念 就是那一个公园就是找那个秘密千秋的地方 我都在用它 我发现我出去这么一天那么热 我根本就没有出现脱妆的问题 只是稍微在彼此这两侧出了一点点的油分 我觉得这一点不是缺点 就是你随便自己压一压吸点油已经很OK了 重点它是不脱妆这点非常棒 如果你现在都在找一款夏天能 就是持妆比较久的一个产品的话 我很推荐它 至少我现在混干我用它 我也没有出现说紧绷感 或者是因为干 然后出现一些什么干裂之类的 或者是出现干纹之类的 都没有 我觉得这款粉底液非常非常的棒 我不确定是不是 因为它的配方比以前有改进 但是呢用他们家的产品有一个小缺点 就是它就是没有这个蹦头的 如果你们在国内的话 就是上淘宝上面买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就是你可以直接买到 它的妆贵也有 就是要10美金一个 我觉得有点贵 我这个也是之前在国内带回来的 这个ColorPod的concealer 这一个呢 其实我已经买的有点久了 我好像去年年底买了 但是一直放的都没用 后来最近就挖出来用 我觉得很好用 就是它非常能提亮你的眼下 而且它不干 更加不用说 它会不会有那种什么干纹的出现 也不会出现斑驳 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 就是眼部遮瑕 它的单价不会很贵 大概是六七美金左右吧 反正我觉得很便宜 但是有一个我觉得缺点吧 应该是所有流动性产品都有的问题 你有看到它这些空气吗 就是你不用的时候你把它躺着 它的液体就会倒在一边 也许是因为它这个液体 本来就不是全满的 所以就会有这种现象 其他我觉得都没有毛病 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彩妆产品呢 最后两个就是 我最近非常爱用的 就是这个Dior的 这个漆光液体唇釉 我之前在Sephora Hall里面 有跟你们分享过 就是它很好看 这一个裸色 我觉得你搭什么衣服 什么眼妆之类的 非常适合的一个颜色 什么场合也可以用到 比较就是日常 如果你是非常需要 就是在这种闷闷的天气 来点热情的话 我很推荐你们买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758 就是它涂出来是那种橘红色 但是这种橘红色 不会让你显得你的皮肤黄 或者你的牙黄 非常显白的一个颜色 很推荐 好 然后今天爱用品分享的 最后一个产品 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 叫什么来着 就是这一个 磨砂膏 Soft & Glowy的四个牌子 我自己用着我很喜欢 因为平常的磨砂产品呢 你是需要先洗澡 然后再去用磨砂产品 但是这款产品它很特别 就是它自带了沐浴的功能 就是你在用它的时候 它会起泡沫 然后它的颗粒呢 不会很粗糙 就用完以后 也不会觉得身上 有一个干燥的感觉 它完全都没有这些问题 所以这个我会长期回购 最近也买了其他的一些 就是身体去角质的产品 就是那个 日本现在不是很红的 那个什么 YC 还是什么东西 那个就是白色瓶子的 我前几天用了 哇 干到不行 你完全是觉得 你身上的皮肤是搓盘子 我马上我就洗完澡 立刻上了一个很厚的身体上 锁住我的水分 不然就已经干到 可能又要过敏了 好啦 今天这个久违的爱用品分享呢 就到这边结束了 希望这支视频呢 可以帮助到你们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支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然后弹幕啊 还有 嗨 怎么拍 更加希望你们可以关注我 这样的话你们就不会错过 我每一个视频 如果你们对这支视频 有什么看法啊之类的 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或者弹幕告诉我 你们的想法 真的 影片要到这边结束了 希望这支视频你们真的会喜欢吧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